前列委张庆周名下土地光是在新北市中和安邦段就有达到38笔 加总起来超过一公顷 总价值更是达到9600多万 不只如此换区来到永和 在宝平段张家也同样是大地主和妻子陈景定两人 在永和区的土地也多达30级笔 被称作立院土地工 安邦街周边有社会住宅还有捷运正在兴建 30级笔的土地一旦都市更新潜力无限 夫妻两人名下土地遍及桃园 新北中和永和 土城三峡新店 还有台北市中山区 总价值破百亿 摊开111年财产申报 张庆周和太太新北市议员陈景定 名下光是土地就列满13张 数一组够329笔土地 建物22座 换算下来双北占地面积高达17000坪 当年有立法院地产丸支撑的 中和首富张庆周家族 17000坪 大家当然会觉得说 哇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土地 非常的羡慕 那也让他们觉得说 立法委员你到底会雇你家的利益 还是雇全民的利益 17000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可以盖两座台北火车站 这个够惊人了吧 够夸张了吧 绿营质疑 张家土地盖两座北车 绰绰有余 其实71岁的张庆忠 曾任三届立委 当时被尊称立法院土地工 后来除了经营建筑业 也跨足消防业加油站汽车旅馆 被外界称为中和摩铁王 身价高达数十亿 还被公认为国会首富 民主国家 有钱没赚呀 随着二次参选 张庆忠家族势力 也将面临检验 兼臣 战庆忠家族性腹股站